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瞄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這個真的因為非常的執著 那本身也很有才華 所以聽說洆湞你在做很多裝潢設計的時候 因為異常執著 跟很多的師傅都 都完結啦 因為你知道我要的顏色很麻煩 然後我就會跟設計師說 我不要橄欖綠 我不要秋香綠 我的那個綠要是那種 那種春天青草剛發出來的那種 嫩綠色那種顏色 剛發出來的 不可以超過一個禮拜的 要剛發出來的 六天的青草 嫩的顏色 就是牙的顏色就剛發出來 然後我就說 然後溫度二十三度 就太深就有哭掉的感覺 不行 那因為這就是要現場調 這個就很難議會 因為當時網路資訊也沒那麼多 然後因為公版的油漆 也沒有這麼多款 我後來隔一天去看現場 我就整個崩潰 因為那是螢光綠 對我來說不是那綠色 那因為我家是鄉村風 怎麼可以有這麼現代 螢光的顏色 絕對不能帶螢光 所以螢光綠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就跟他說那我要全部重期 那當然重期就是又耗一份工 我也是要多付那個錢 只是那個 那個篩糊又要重調 他就覺得很煩 篩糊臉都綠了 因為篩糊就認為 這是綠色 不然呢 後來那個篩糊 就在那個設計師面臨說 我跟你說 這個陳業主 他有的生理我不要做 他就說他不要做我生意 他覺得太麻煩了 他想要跟你纏嗎 他想要說我就是永遠不見面 來這樣子 你因為你們是要做衛浴的 所以你對於一般 我們在狀況的時候 衛浴是很重要的 那一塊你特別擅長 就是衛浴這一塊 因為我從小就是 含著馬桶出生的 很厲害 很厲害耶 進口衛浴設備 做了很多年嘛 那我對衛浴 我就會覺得我就是很懂 我就是很懂 然後我媽媽那時候 就跟我說 我的衛浴就是去公司挑 當然我們家都做 義大利跟德國的 就說你挑得到的 只要你房子塞得進去的 媽媽都送你 只要媽媽都送你 因為我們家衛浴都很大 那時候又挑了幾個 進口的馬桶 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跟我的設計師講 那大部分的設計師跟 大部分的水墊都會認為 因為台灣喔 台灣的那個糞管 就是你的那個 台灣的馬桶的糞管的距離 大概都三十公分 都是 所以你台灣馬桶 去換台灣馬桶 你的糞管就不用挑 可是進口的糞管 大概都只有十五公分 或十公分 所以你去問一般的水墊 大部分都會說 你糞管要改喔 那那個要墊高 就地板要墊高 可是我明明就有認識 不用墊高的水墊 因為我們家 一般都說要墊高 對 然後他們就說 這是基本的 他就覺得你這個沒啊 什麼都不懂啊 他就跟設計師說 這個沒啊說不用墊高 就是一定要墊高 就在那邊跟我揮 你知道嗎 我就說 我就是做進口衛浴設備的 我就是有認識水墊 我重生就跟馬桶在一起了 我就跟馬桶在一起 我就是認識水墊 因為墊高磁磚全部都要重弄 要花錢 而且墊高會讓你那個 間距變小這樣子 我就跟他說 我就是認識水墊 可以不用墊高 後來揮不清楚之後 我的設計師說 那乾脆這一塊都給你做 我就扣錢 我就不做了 你自己決定 後來我那個水墊還不相信 他還特別跟我 他還特別跟設計師說 他的水墊 來裝馬桶的時候 我要在旁邊看 看怎麼可能不用墊高 他還不相信你知道嗎 人家不收錢都在現場 幫你監工一下 他現在有偷看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水墊 要給他做 他說他要看 結果很可愛 我那個進口衛浴設備的 那個水墊 他可能知道 這是他吃飯的傢伙 他還特別跟我講說 我改份館 跟裝馬桶要同一天 而且我要 就是他不給人家看的 所以他就是關起門來 他就改份館 跟裝馬桶是同一天做完 所以他做完之後 我的原本的那個水墊 就嚇一跳說 真的有人可以不用墊高 就可以裝馬桶 維亞國賢你也滿厲害的 你之前人家說 你可以當公班的班長 你本來你也是含著馬桶 或什麼出生的 我含稻草 我含著淚出生的 沒有啦 因為主要是因為 我其實我從三十歲 開始投資房地產到現在 然後我幾乎是每兩年 就換一次房子 所以等於是我每兩年 就裝潢一次 所以才會造就說 我的裝潢經驗其實是比較多的 聽說你後來買的是 信義區的鬼屋 那個已經是我第四間房子 第四間 對 因為其實我第二間買 第二間跟第三間 都買在大安區 因為它是一間 跳高四米的房子 然後那時候我進去看 跳高四米喔 其實那時候我進去看 我其實我沒有要買 因為它進去 它只有一盞黃光 它那個房子是 全壯三十坪 室內二十坪的房子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它很奇怪 一進去 房子看起來非常老舊 就是旁邊很多斑駁 然後只有一個黃光照在那邊 而且那時候我去看的時候 我記得是下午 差不多三四點 其實有點 那天光沒有太好 室內又只有一個黃光 所以那看起來整個感覺就是 我覺得有點陰生 我那時候就有點怕 而且更怪的是 它沒有陽台 外面是窗戶 但它窗戶裡面 它做了一個 非從上面四米高的 一個落地窗 而且是非常舊的落地窗 我就問他說 這房子是有人住過嗎 那因為那時候房東 帶我看房 他說沒有住過 屋主買了十年 都沒有住過 這已經貴貴的 可是沒有住過 看起來非常舊 然後那個窗戶都生鏽 你沒有人住過 到底說你... 先問住過的人現在在哪裡 對 妳說... 妳說什麼 住過的人現在在哪裡 因為他們好像就是 那時候就是要買來投資 反正就是擺著 就沒有住過 但我看我就覺得很疑惑 所以我那時候講說 這房子能買嗎 買下去能住嗎 那那個房仲 因為我跟他也買過 兩次房子了 然後其實還滿專業的房仲 他就跟我說 馬先生 你聽我的 這個點很好 價錢也不錯 你買下去 這房子會賺 所以後來我隔天 我就去付握旋金 然後後來再隔一天 就成交了 然後我等於是三天之內 買下那個房子 那時候是我裝潢 還滿乾淨的 你剛剛講的那一間變這樣 對... 因為我講那間變這樣 因為我重新裝潢之後 我那時候 花的費用大概應該是在 三百出頭左右 那也滿大手筆的耶 你室內空間才二十坪 你室內空間二十坪 對啊 但是我把它裝潢起來之後 大概可以用的空間 有到三十五坪 全狀不是在三十坪 對 全狀三十 室內二十嘛 對 但是因為它是四米 那我就把它做成 上面兩米 下面兩米 一樓整個是做那種 像美式一樣 客廳跟廚房 我是做一個整個開放的 然後一樓下還有一個書房 然後樓上是兩間房間 然後我主廊裡面還有一個 更衣間跟一個廁所 所以本來是一套衛魚 我把它做成兩套衛魚 就全部變成那個 好會耶 但是你一般做夾乘 你如果是用 你那個板材 就是你用那個鋼筋 還有水泥 那個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你不要用太薄的鋼材 因為它會走路的時候 因為一般我們都是水泥地 走路起來會比較沒有聲音 因為我那時候還要鋪地板 所以變成說你在 選建材的時候很重要 所以那時候我選建材 其實都還滿貴的 因為那時候我看他們報價 就是鋼筋 報價其實差很多 那我那時候就用兩層的C型鋼 去架 那會更穩 走起來也比較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所以那時候就很貴 因為我光做夾乘 大概就花一百多了 好 大明你不太喜歡樓中樓 對 我不喜歡 應該是說我很喜歡 但我住完之後我就後悔 妳自己也住樓中樓 對 我住樓中樓 目前住的是樓中樓 我覺得樓中樓不好 一個地方是說 因為我現在住的 就是那個回轉樓梯 一般我們會以為樓中樓很美 然後會這樣子 你會走來走去 但是其實人就是 其實你到客廳之後 你就會懶得再爬上去握序 所以你會變成你的家 雖然是兩個空間 但其實你大部分都只會在 其中一個地方 然後你會懶得到另外一邊去 所以那個簡直就是 你醒來之後那邊就會形同虛設 第二個是 你買那個家電的時候 會很麻煩 譬如說你的掃地機器人或什麼的 你會變成你就要買兩台 兩台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就是你會有多一個耗費 然後再來就是 我告訴你回轉樓梯 會有一個情況 是大家不會想到的 將來你要搬東西 你會吐血 因為它會卡 它會卡 然後你知道我爸爸媽媽 來台北找我的時候 那個對他們而言簡直是一個 大冒險 就是因為旋轉樓梯它比較直 除非你家很大 你的旋轉樓梯是一個比較有空間 不然你大部分是一個比較直的 那老人家會覺得這樣會嚇死 所以我現在就會覺得 絕對不會再考慮回轉樓梯了 因為我覺得實用還是最重要 問一下設計師 旋轉樓梯真的不好嗎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看你的 對 因為我覺得 它會有一個圓的那個半徑 整個圓的半徑 如果只有九十的話 那是真的很難走 但如果你在夠大 其實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對 就夠大 就不會做旋轉樓梯 會做旋轉樓梯 就是想要省空間 對 它就要省空間 但是如果是省空間 我真的不建議 做旋轉樓梯 我寧願就是你做轉折的 或者是找一個 利用空間的高低差 去做一個彎過去 折梯 折梯這樣會好一點 不建議做旋轉的 因為我知道那邊東西不好 就是太大的東西上不去 像床就上不去 所以我跟你講我在 做裝潢之前我就想到了 所以我二樓窗戶 我是做全開的 我就是二樓窗戶 所以我所有東西都是從 窗戶進去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做旋轉樓梯 但是你沒有窗戶 你就玩啊 什麼 就是你做旋轉樓梯 但是你沒有那一種 二樓是開窗的 你將來就大型家具 就會很崩潰 所以你在設計 就是你在裝潢之前 你就要先想到這一點 所以我樓上兩個臥室 我都做整片開窗 所以床直接上去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在你裝潢之前就是 所以裝潢之前跟設計師溝通 你出途 還有想要做什麼樣的造型 都很重要 所以很多事情 是要事前先想好 一定要...